热点时评 美国之音报道 北约秘书长警告习近平 若继续在俄乌战争中支持普京 将会付出代价 作者 许宁 播讲 夏秋年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星期一 6月17日警告北京 如果中国继续为俄罗斯提供军事技术 在乌克兰战争中帮助俄罗斯总统普京 北约盟国会让中国付出代价 斯托尔滕·贝格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 发表讲话时强调 乌克兰战争表明 安全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 尤其是因为我们知道 俄罗斯得到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 他说 北京正在共享高端技术 例如半导体和其他军民两用产品 去年 俄罗斯90%的微电子产品从中国进口 用于生产导弹 坦克和飞机 中国还致力于向俄罗斯提供更强大的卫星能力和图像 所有这些都使俄罗斯能够对乌克兰造成更多的死亡和破坏 加强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 并能够逃避制裁和出口管制的影响 斯托尔滕贝格直接对中国最高层喊话 称在支持俄罗斯和维护与西方关系两者之间 北京必须作出抉择 他说 在公开场合 习主席试图给人留下的印象是 他在这场冲突中处于一个并不重要的位置 以避免制裁并保持贸易畅通 但现实是 中国正在助推自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武装冲突 同时 中国希望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 北京不可能两者兼得 到了某个阶段 除非中国改变路线 否则 北约盟友需要让他付出代价 斯托尔滕贝格还指出 中俄以及伊朗和朝鲜正在结成威权主义的联盟 他说 俄罗斯和中国的结盟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和紧密 再加上朝鲜和伊朗 这是威权主义国家站在一起 在不同的战场上向我们发出挑战 他还将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非法入侵 与中国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上 对邻国颇具进攻性的举动联系起来 认为对前者的纵容就是对后者的鼓励 他说 这都是相互联系的 如果普京总统在乌克兰胜利了 这不仅是乌克兰人的悲剧 这也是向普京总统 也向习主席发出明确的信息 当他们使用军事力量 当他们违反国际法时 可以得其所愿 斯托尔滕贝格还强调 美国从北约获得的众多盟友支持 是中俄两国不具备的团结优势 他还试图从美中对立的角度 呼吁美国支持北约 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主席 如此坚决地反对北约 削弱北约符合他的利益 所以强化北约应该符合美国的利益 2004年北约峰会将于7月9日 在华盛顿召开 此次峰会出了重点讨论 北约盟国如何在俄乌战争问题上 抵御俄罗斯 对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 印太地区安全局势也将成为峰会议程一部分 南中国海领土引发的中国与邻国的争端 台湾安全 朝鲜的核问题 都将成为此次北约峰会的讨论议题 作为传统上西方国家对抗苏联的军事同盟 北约的战略目标经过多年的调整后 于2019年在伦敦峰会上首次通过联合声明 提到中国带来的安全挑战 此前成员国对是否将中国纳入北约的战略关注范围 意见不统一 全文完